而接下來帶著觀眾朋友來關注尾巴的情勢 TVBS的特派記者洪富華 劉婷婷 目前仍持續在以色列替我們掌握最新的情況 我們知道正式爆發已經兩週多了 而今天是繼美國的布林肯 以及美國總統拜登訪問以色列之後 今天法國總統馬克宏也抵達當地 並且也跟納坦亞胡會面 雙方究竟說了一些什麼呢 我們交給婷婷 好的 新聞還有各位TVBSYT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現在在以色列當地的時間 是炸午大概3點半前 那我們在剛剛大概8分鐘前 這個現場其實我們就可以聽到 就是以色列的軍風鐵穹攔截系統 啟動攔截飛彈的聲音 所以我們在這個位置甚至聽到 那個4到5聲的碰碰的響聲 那因為在響起這個攔截聲的之前 其實手上我們來到以色列都會先下載一個 警報的APP 一個空襲警報的APP 然後它叫做Zofar 那剛剛它Zofar的APP它已經是響起 而且上面也展現了或許因為逆光關係 沒辦法給大家看到 但是上面這個地圖當中也是顯示 這個空襲他們是說來自於其他空襲警報 響起的地方已經不限制於加薩的附近 甚至今天是有到以色列中部 而且甚至還接近West Bank西岸這個位置 所以剛剛新聞快群也指出 疑似是來自哈馬斯的火箭彈 也朝以色列這邊境內來發射 甚至是非常接近以色列中部 那當然在這個我們所在的塔拉維夫的市中心 空襲警報是沒有響起的 不過在不遠處還是可以聽到 雖然有些距離確實是可以聽到 這個鐵琼攔截飛彈的這個聲音 所以確實也是蠻嚇人的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 當然各方都是現在是非常的努力 希望可以透過外交斡旋的方式 來處理這個複雜的尾巴問題 那像剛剛上新話講了 除了美國總統拜登之外 所以在今天法國總統馬克宏 以及荷蘭的領袖 也來到了以色列 希望可以與以色列的總理納坦亞胡 還有反對派的領袖來進行會晤 那在馬克宏來之前 上週來的還包括英國首相蘇納克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歐美國家都在積極的希望可以拆彈 那我們看到法國總統馬克宏 他在以色列當地時間早上抵達之後 他就先在機場會晤了以色列 還有法國裔的這些家屬 因為在這一次被殺害的 1400名的人職當中 其中有30名就是法國人 而且到現在為止 還是有些法國籍的人職 是還在哈馬斯手中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馬克宏當然就是希望來關切 現在的最新局勢發展 然後同一時間也表達 對於以色列方面的權力支持 不過這個部分還是有個戰書的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法國的立場雖然是支持以色列 自己的自我防衛 但是他們也是非常關心 在加薩地區巴勒斯坦平民的人道主義問題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以色列 對比加薩地區是作為一個封鎖 所以包括一些過去幾天 大家會看到一些基本的人道物資等等的 都沒有辦法進入到加薩 而且還有對比這雙邊 不管是哈馬斯或者是以色列軍方 都有互相的來做空襲 那這個會不會因而相及平民 或是無辜的人 這部分也是法國非常關心的 所以他們現在也希望可以透過 和平進程的方式來處理相關的問題 甚至還是提出了兩國方案 也就是兩國方案 那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當然在以色列方面 他們對這個方法的想法 還是態度非常強硬的 指出現在並不是談和平的時候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到現在為止 雖然從上週我們就經常聽到以色列 要啟動這個地面的攻擊 要全面的進攻加薩了 但是像是法國 像是美國等這些國家 到現在還是想盡辦法的來說服 以及甚至施壓以色列 希望不要馬上的 又採取地面進攻的模式 希望還是有些斡旋的時間 主要是希望可以先把哈馬斯 手上的人質救出來 和各個和平的方式來處理 現在非常複雜的尾巴問題 好確實 就像婷婷所說的 現在大家各國都希望 可以讓這一次的尾巴衝突 以和平落幕 可是其實我們也有觀察到 在以色列國內 這一次他們忽然受到哈馬斯的襲擊 那我們知道以色列的軍武 其實是非常先進的 跟哈馬斯是一個不對等的 一個狀況 所以有很多以色列人認為 納坦雅胡的政府是不是疏於防備 對於納坦雅胡的批評 也非常的多 甚至也有人怪罪 這一次大規模衝突突襲的爆發 也是因為他過去的巴勒斯坦政策的失敗 而現在他的政權是不是也有一些反對的聲音 我們可以聽到其實在以色列這邊這個位置 還是在當地還是有一些意見上面的分歧 所以我們確實可以看到 像是在我們在這裡採訪 當然很多民眾其實是非常不滿 就是因為之前像是這個司法改革的問題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人都是反司法改革的 所以他們其實也是不管是轉化成他們的能量 成為志工團體 尤其他們認為說現在納坦雅胡政權底下 就是出現這個政府失靈的機制失靈 政府失能的這個狀況 所以包括像是昨天我們有走訪了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志工團體 他們是在塔拉維夫的展覽館裡面 來蒐集這些物資 那其實這一群的志工是真的相當特別 因為他們過去就是反司法改革的組織 那他們原本是有這些相關的WhatsApp群組 裡面都是動員去示威遊行等等的 但是在短時間內10月7號發生這個攻擊之後 他們就馬上的把自己的轉換成民防組織 然後來號召大家來捐一些物資等等的 他們就痛批 因為其實這相關的工作 原本應該就是以色列政府國防部 狹狹的單位所負責的 不應該是他們負責 但是因為他們認為現在 這個以色列的政府失能失靈的狀況 真的太嚴重了 認為也出現權力真空的現象 像是包括像是為什麼 現在以色列的民眾一直想問問問題 就是為什麼 明明以色列算是全世界數一數二的軍隊 但是怎麼面對這寶和格攻擊就算了 但是提前提的這些警報蒐集的 這些情資工作 怎麼都可以發生這麼大的漏洞 所以馬上也認為 或許跟納坦雅胡執政下的 以色列政府有非常大的關係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在這位置 對面就是一個軍營 在裡面的政府單位 他們當地的一些民眾團體 都會在每天的早上到每天的傍晚 都會來到這個位置 我們現在可以在現場 聽到的就是鐵籌籃的聲音 確實這個聲音非常大聲 目前是在以色列 他們也就常聽到這樣子空襲的聲音 不好意思 剛剛打斷了相亡的直播 大概回到我們剛剛提到的問題 所以很多人就會來到這裡 來做抗議 他們甚至還有做手作的標語 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把他們當地的領袖 像是納坦雅胡 就把他放在監牢後面 所以當然就是來抗議 他還是可以聽到 背後有相關的攔截聲 主要就是希望說 是來讓他們 就是呼籲他們可以下台 而且認為是說 他們這樣子的這些動作 是相當的不OK的 而且認為他們應該要辭職下台 負責讓更有能力的人 來直接來接任政府的位置 而且其實不只是這些告示牌 他們甚至還有製作保險桿的貼紙 只是可以貼在車子的後方 而且是沿路沿街這樣子發送 主要就是希望說 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讓他們的聲音更沒聽見 而且這個貼紙上面就直接寫說 納坦雅胡是非常不適任當總理的 當然也有些支持納坦雅胡派的人 他們只要看到一些貼紙被貼在 不管說是一些公共的盛事 像是腳踏車 欄杆 地上 公園的柱子等等的 他們都會直接的拔 直接都一撕掉 然後就說他們認為 現在不是談國內政治的時候 拳頭一定要向外 你怎麼不能內亂 你外面還在打這個仗 所以我可以看現在以色列的社會 他確實非常有分歧的 請說話 嗯 確實婷婷辛苦了 在一邊聽著這個鐵窮 攔截飛彈的聲音 那同時也要帶給我們目前呢 在以色列內部最新的震驚局 是真的太不容易 我們線上也有很多朋友 程良說婷婷跟富華辛苦了 同樣呢 也是叮嚀你們要多多注意安全 那麼呢 大家也說真的是 婷婷臨為無亂 很鎮定 Lukaslu也說婷婷跟富華加油 小心安全 那HFS說你們躲飛彈的姿勢 看起來很好看 很專業 看來在當地有入鄉隨俗 真的整個適應到了 這個以色列的情勢 偶然機長也說呢 真的是女中豪傑 那我們也謝謝婷婷呢 今天替我們的掌握來分析 所以也看得出來呢 這一次呢 哈馬斯的突襲 對於以色列社會來說 是一個極大的震撼 勢必日後他們也會進一步的 來檢討他們的 關於巴勒斯坦相關的政策了 我們謝謝婷婷以我們這一節的直播連線 謝謝 再來我們繼續帶觀眾朋友看到的是 除了內政方面的紛爭 那坦雅胡呢 目前希望能夠團結國內的聲音之外 我們也有看到呢 對外的部分也有許多棘手的問題 就是已經學問未決兩個多禮拜 這兩百多名的人質 究竟應該何去何從 如何營救呢 美國方面不斷的延後 讓他們地面進攻的時間 來爭取談判的空間 那麼局勢現在也升級 在以色列北部與黎巴嫩接壤的 真主黨也威脅要參戰 而背後呢 還有可能是伊朗的支持 先前伊朗的態勢調子也拉得很高 說只要進入加薩 伊朗也會參戰 而同時呢 現實的情況在戰場方面 加薩呢 是一個一手難攻的地形 城市戰的風險很高 如果再度攻進去 攻下之後 你要維持當地的治安 不要失去當地的控制權 可能會耗費大量以色列的人力物力 還有士兵的性命了 這種種呢 都是有諸多的不確定因素 在牽動著納塔亞胡的決策 但是國內方面呢 其實也有很多民眾認為 先拯救他們的家人 還有人質的性命是最為重要的 甚至也傳出呢 有許多的反納塔亞胡聲浪 還有內閣當中有三位部長 打算辭職逼宮 法國總統馬克宏的專機 抵達以色列第二大城 台拉維夫 他下機後前往探視 法裔人質家屬 擁抱安撫家屬交集的情緒 馬克宏還在社群發文 透過哀悼 法國跟以色列站在一起 在10月7號這天 有30名法國人被殺害 9人被扣為人質 你也有發生的事嗎 2人 我們是媽媽 我們是媽媽 我們的媽媽 而以色列人民正不滿自家總理 納塔亞胡 因為軍事情報方面嚴重失誤 才釀成重大死傷 以國民眾在台拉維夫抗議 批評納塔亞胡雙手沾滿鮮血 甚至有三名部長打算辭職 施壓納塔亞胡下台負責 雖然現在接近以色列當地時間的中午12點 仍有民眾自發心的來到政府機關的門口 舉牌抗議 要納塔亞胡下台 甚至還準備這樣子的保險桿貼紙隨車發送 而上面不僅印著納塔亞胡的照片 而且是寫著納塔亞胡不適任於當總理 巴拉斯坦自治政府也抨擊納塔亞胡 攻擊加大石 殺害海童 現在當地還斷水斷電 對納塔亞胡來說 外有哈馬斯各種威脅 而且戰火拖越久 對以色列越不利 內有反對聲浪 強勢逼公 蠟燭兩頭燒 TVBS的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七點到九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